我女儿昨天晚上被蚊子咬了一脸包 看得我都好心痛啊 现在我就在家里面给她做一个超大的灭蚊膏 我要让以后蚊子都不敢来靠近我女儿 于是我准备了这种200个清凉油 因为呢 它本身也是带有一种驱蚊的效果的 然后再把这200个清凉油 一个个的把里面的膏体给挖出来 这还不太好挖呢 我决定还是先把它的盖子打开 这样也许会快一点 全部都打开之后 我又换了另外一种工具来挖 还别说挺好挖的啦 为了驱蚊我也是拼了 话说你们夏天会不会也会经常被蚊子咬啊 我深有体会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 所以我得加快速度早点做出来 要是我这个超大的灭蚊膏做成功了 我就让我女儿去哪里都带着它 这样呢 它就不会再有被蚊子咬的烦恼了 200个清凉油挖出来就这么一点点 不过应该也够了吧 为了能让它定型呢 我这里加入了一种特质的胶水 把它们全部放进这个小盒子里面去定型 用棍子给它放棍两下 这样子定型的时候就能让它们充分的融合了 放上一个小时 等会来给你们发最终的成品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